坚强意志力 让不可能变可能 继续来看这位 也一样非常有毅力 他原本是一名家庭主妇 摇身一变 成为蜡烛艺术家 他将自己的花语专才 融入创作 把蜡烛变成 一朵朵美丽芙蓉花 领人惊艳 多次获邀国外参展 蜡烛创作需要高度耐心 因为等一块热辣冷却 可能就得耗掉两个小时 但不止一次 得反反复复不断地烘烤 加热再冷却 尤其花瓣要薄 透光效果才会好 每一片结合 也要算准角度 让蜡烛点上 花瓣可以依序融化 始终维持美丽造型 初期没人教 全靠自己摸索 差点投降 好不容易成功了 一路陪伴 鼓励他的先生 骤然了一世 让他一度放弃人生 在他最脆弱的时候 亲友鼓励给他力量 蜡烛的光亮 也激发他 从黑暗顾及中走出来 其实他对烛光 有莫名情感 小时候台风停电 烛火的温暖 总带给他希望 他透过不断地创作 也找到生命中的成就感 所以他现在呢 积极到校园教学 回馈社会 希望帮助更多人走出困境 也协助中错生 家不中心的孩子 学习生活艺术创作 希望他们从中找到自信 不同花色的芙蓉花 花瓣轻柔绽放 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 这是陈鸳鸯创作的蜡艺作品 我喜欢这样漂亮的东西 我觉得我做得到 那我也希望我做到以后 我会分享给大家看到 原来蜡烛可以这样 原来蜡烛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赋予单调的蜡烛新的生命 陈鸳鸯用美感 将蜡烛变成艺术 薄如花瓣的蜡片 在火光下慢慢融化 这样精巧的创作 陈鸳鸯克服多种困难 滚烫的蜡液才倒入模板 马上就看到 因空气中灰尘所凝结的黑点 不得烫 陈鸳鸯得马上把脏污挑起 里面有一点点杂质 你再把它削掉 在做浅色蜡烛的时候 真的很辛苦 以前我在做比较深颜色 我觉得OK 现在浅色的一点点 我眼睛都已经不好 只要看到那一点点 都看得很清楚 在等待蜡片凝结的时候 马上做蜡烛的蜡心 将调好色的黄色蜡片 放进热乳融成蜡液 用牙签一点一点的 将蜡液滴在自制的蜡心上 就尝试着用滴蜡 用滴蜡这样的滴 但是呢温度太高了 滴它就平了 不会立体 我希望它是在跟真花一样 里面是立体的 这部分也尝试了很久 不断的练习 另一边凝固好的蜡片 描上图形用雕刻刀 将花瓣一片一片切割下来 再放进烤箱里烘烤 原本凝固好的蜡 又得进烤箱 让它变得柔软 陈鸳鸯用手 捏出花瓣的卷度 蜡没有办法让你很急 它是需要时间 它的变软是从旁边 慢慢向里面软化 所以它需要时间 给它这个热度去增加 它不是这样一片 它就一片切割 它是要慢慢的 所以它挤不得 尤其这么薄 你太挤了 它马上就化掉了 一片一片的花瓣 结合在竹心上 用烙铁辅助黏着 制作蜡烛 陈鸳鸯尝试试过 多种国家的蜡材 为了品质 选择价格较昂贵的日本金蜡 日本的金蜡 它是一个全金链的蜡 然后它的品质很稳定 对我来讲 我在创作的过程 需要有稳定的品质 因为蜡它有酸碱值 你的蜡太酸了 或是含水率太高 不同国家产的蜡 它都有不同的特性 日本金蜡它的特性 就非常完整 比如说酸碱度 它的温度融点都很OK 工艺精巧受瞩目 去年受邀大陆四川参展 四川市花就是芙蓉花 陈鸳鸯選用重拌芙蓉 仿真花制作 更令人惊艳 每一片花瓣 在结合时平衡变得更加重要 如果你没有平衡 它傾斜的时候 它的竹蜡就会歪了 歪了以后 它点的那竹就不会漂亮 那在视觉上的平衡 我们有时候会考虑到 我们的形状 这些形状或者是颜色 那所以我常常做的时候 就要去拿一拉 看它哪边不够 我就加哪一边 这是一个珍珠粉彩绘颜料 最后在行程时 还得加上珍珠光泽白边 蜡烛它没有什么光泽的 就是它很平的一个色彩 然后加了一点点边 是要让它亮丽一点 做好的芙蓉花点燃起来 透过花瓣可以看见焦叠光影 稳定也温暖 等待烧融后就可以看见 宛若希望的一寸烛光 这样的创作是经过思考设计的 因为这个芙蓉花 那花瓣很薄 然后我们希望它的烛光 可以从花瓣里面透视出来 所以做成是这样闭合型的 如果说我们点开了 以后还是看得到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点比较 怎么样 就是比较神秘的 温暖烛火在黑暗中 给人安定的力量 在宜兰壮为长大的成员秧 小时台风点蜡烛的记忆 就深深印在他脑海里 突然停电了 那大人们他们就为了担心孩子 小孩 小孩这样惊恐 他就去点一个蜡烛 点个蜡烛以后 你看到 虽然外面还是风雨的声音那么大 但是你看得到 你的家人都在你旁边 那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蜡烛的光也是黄光 就让我觉得很温暖很安定 所以一直来我都很喜欢蜡烛 就是他的厨房让人家安定 婚后是家庭主妇 在先生的支持下持续进修 拜师喜得蜡意 艺术是多方触角的开始 生活艺术创作没有一定规则 成员央用酒瓶在瓶身上 画出切割线后 用火烧融 马上再用冰块降温 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 分割酒瓶 瓶底就成了现成花器 浮水煮台 生活里面处处都有惊喜 那玻璃瓶也可以 或者是任何一个旧的衣物 我们也可以 就是你要在忙碌的社会里面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脚步放慢 看看周边有什么东西 也许是一首歌 也会让你开心 重点就是开心过你的生活 做你自己 十多年来 陈元阳办过无数展览 获得很多好评 办展览的缘起归功丈夫的力挺 但还在筹备中 丈夫竟意外离世 让陈元阳一度想放弃 就这么短的时间 我都开心都还没 还没回过神 我现在就不在了 我其实不想去展览 因为我觉得 没有人可以陪伴我 他当下跌倒 然后就不在了 就不在了 然后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讲 我非常非常的难过 但是当医生跟我宣布说 没有办法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就想 接下来我就是要很坚强 我要带着我的孩子往前走 我不能退缩下来 因为不是我而已 我还有两个孩子 丈夫的过世 陈元阳慌了手脚 索性身旁的亲朋好友 都来协助 如计划进行 让陈元阳对人生又充满了勇气 也把先生对他的爱与支持 回馈出去 那是因为他的离开 那我不得不往前走 听起来好像 好像不甘愿 但是不会 我觉得往前走 这也是一条路 所以我希望说 我接受到大家的这些 关心 照顾 帮忙 那我也想把我的这一份能力 那就是说我有这样的专场 那我想也回馈给 这些帮忙我的人 甚至大家 甚至跟我一样遭遇的人 其实没那么糟走出来 会不会做黏肚 会 都会做黏肚 因为我家里有玩过 经历挚爱的死别挫折 化为人生养分 陈元阳不吝惜 分享自己的艺术天分 与蜡专场 捏了以后 你看我还可以上去 你要把它捏了以后 像黏土这样捏软了 对不对 捏软了再把它贴上去 有没有看到 有趣的蜡烛捏锁 活泼生动的课程 连静不下的小医学生 也拒静会神 因为月阳老师 上课方式非常的亲切 然后他让孩子觉得 不管是做蜡烛 还是做任何的这些手作的那个作品 都是一件很开心的 孩子能很快的静下来 尤其小医孩子 你看他可以在 他不在乎终生 然后他可以很开心的 就是做出他自己的创作 不只在学校 成员央也进入社区 传递生活美学的概念 虽然辛苦 但儿子看在眼里 能够体会妈妈的用心 妈妈做这件事情是 也许可以帮助更多人 去发现自己的兴趣 就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一定得可能念书 然后他有时候就不会想说 他也可以靠 美学艺术这方面去发展自己的兴趣 那有些可能因此 他就开启了他的自己的 未来的其中一条路 力推生活美学 不只在小朋友心中拨下种子 也希望忙碌现代人 能有所启发 他在上课的过程里面 他可以放松 放松 然后做他自己 我们常常在现在的社会忙碌 我们常常不能做自己 但是在做作品的时候 我很希望大家是忘记这些 好好注意自己 好好享受你现在的创作过程 人生经历的磨难 内化为成长的养分 如同芙蓉花的火光 化为希望的光芒 带给人们温暖 也成为前进的动力 出发点不是只为了自己 还为了别人好 人生更有意义与价值 稍后来看也为大众着想 坚持三十多年 那因为这个小果茶油 基本上我们是 一般很多的消费者 他会用来生喝 一个是苦茶油 一个叫茶阿油 还有类似花生油的香气 好香好迷人的那个香味 那种果香 非常的浓郁 因为我们发现 台湾的走苗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我们我父亲才会决定说 他买山来走 其实那时候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因为觉得有钱应该去买品 就是买比较热闹的地区 它的价值很少被看见 所以很多农民觉得 我种水果还比较好 那所以变成这样子的话 我们先带头做